欢迎各位继续大声凤凰早餐车 我是王峰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乙军在加沙的北部错杀了三名 以色列被扣押人员 这个事件也让内塔尼亚乌政府面临更大的压力 就是如何寻求释放剩余的被扣押人员 根据情报显示 说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负责人 16号在挪威分别和卡塔尔首相以及埃及官员会面 重新讨论人道主义停火来换取释放被扣押人质 那另外一方面 乙军也攻击了加沙北部的一家医院 并且强行拆毁了院内收容病患和难民的帐篷 导致至少有20人死亡 而截至目前乙军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 乙军发放最新视频 见到有士兵向加沙北部拜特拉西亚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开枪 之后再入内搜查 在医院病房及周围地方 据称找到大量枪械弹药及多枚手榴弹等武器 乙军只称这些证据再次证明 哈马斯利用医院做掩护病患做人盾 向乙军发动袭击 不过巴勒斯坦电视台报道 乙军在行动期间用坦克及装甲推土机 强行拆毁在医院周围搭建 公路宿的病患及难民入住的帐篷 导致严重人员伤亡 目击者说乙军清晨7点左右开入医院 带走所有16到65岁的人调查 包括6具遗体 有人被杀 尸体就埋在瓦里下 这家医院是加沙北部唯一仍在运作的医院 住有大约3000人 包括病患及难民 乙军包围这家医院已经最少6天 医院的设施已至周围的马路 在乙军的炮火下 均已损坏不堪 乙军在加沙错杀三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事件 在以色列引起极大愤慨 数以千计民众 聚集在特拉维夫被称为人质广场的地方集会 他们指劫持事件发生至今已70天 要求政府马上将被扣押人员带回家 估计目前仍然有超过100人 在哈马斯武装分子手上 以哈双方自从上月底停火数天 相互交换了超过200名被扣押人员后 再未能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 路透社引述埃及消息人士报道 以色列现在似乎更愿意达成新的协议 以换取在加沙的被扣押人员获释 美国媒体报道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 15至16号在挪威与参与斡旋的 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以及埃及官员会面 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 证实正努力寻求新的人道停火 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目前谈判存在一些重大障碍 包括哈马斯内部对某些条款有分歧 至于三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被错杀的原因 以军承认三人当时脱去了上衣 表明身上并无剂上炸药 并用棍棒挥舞白旗以示投降 但士兵依然开枪 是违反了军方不得向持白旗 及意图投降人士开枪的指引 不过以军参谋长哈莱维解释 士兵当时正处于战斗及压力下 他又强调往后可能会有更多被扣押人员 在战斗中逃脱或者被遗弃 士兵必须继续勇敢作战下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在16号也轰炸了加沙中部的一所学校 造成有数名巴勒斯坦人死伤 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半岛电视台摄影师阿布达卡 也死于了以军无人机的袭击 并且在16号区别 在居住有约50万巴勒斯坦民众的 加沙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 一所联合国运营的学校 16号遭到以军轰炸 造成数名巴人死伤 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半岛电视台摄影师阿布达卡 15号在一所学校进行报道时 遭到以军无人机导弹袭击 以军并阻止救护车和救援人员 对身受重伤的阿布达卡失救 阿布达卡在等待救援超过五个小时后 因失血过多而身亡 阿布达卡的遗体16号 从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转移至墓地下葬 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半岛记者达赫都赫在到此中表示 加沙的记者们正向世界 传达人道和崇高的信息 他们将在以色列的持续轰炸中 继续工作 半岛电视台对阿布达卡 和他在比利时的家人致哀 并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乙军行为 要求乙军对杀害的半岛记者 及他们的家人负责 自以色列10月袭击加沙以来 已有超过90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 在加沙遇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根据半岛电视台15号报道 以色列军队为了打击哈马斯 正在将大量的海水灌入到地道 这也意味着这一做法 势必会污染到加沙的土壤环境和地下水 恶化当地水资源紧张的态势 那此外 以军使用了国际严格限制的白鳞蛋 也将会对于加沙的生态环境 造成长期威胁 以哈冲突以来 以色列摧毁了加沙的水资源供应 与污水处理设施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 加沙目前每天有超过13万立方米 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开海 联众危害加沙生态环境 而如今 以军正式涂将大量海水灌入地道 以此打击哈马斯 自豪没有考虑这一做法 给环境造成的长期危害 除了水污染外 以军使用的白鳞蛋也将构成严重环境威胁 白鳞蛋剧烈燃烧之后的残留物将在土壤内遗留树棉 当前加沙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备受污染威胁 随着雨季来临 传染病污水和酸雨 进一步威胁加沙民众和当地环境 据巴勒斯坦水资源部门官员介绍 加沙地区长期以来地下水资源 因过度开采 海水已进入蓄水层 外加农料污染 加沙97%的淡水不符合标准 随着以军向地道灌海水 当地土壤演简化态势将会加剧 割化淡水资源短缺 并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 对加沙淡水资源构成长期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政府16号向埃及提供了一批 7.6吨的医疗物资 以援助在当地接受救治的加沙平邻 这批以德国外交部名义捐赠的医疗物资 当天上午从德国的文斯托夫空军基地 运往到埃及首都开罗 将会转交给德国驻埃及大使馆 之后会送往到当地的医院 以援助急需救护的加沙伤者 这批物资总额为140万欧元 主要包括为婴儿准备的8个恒温箱 50个呼吸机 以及100个重症监护仪 应埃及政府请求 德国在下周将会再为埃及 赋云至少一批的医疗物资 野门胡塞武装16号对以色列南部城市 埃拉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而埃及的防空系统以及英美的军舰 在红海也击落了一共有十多架的无人机 为了应对胡塞武装加强对于商船的攻势 再多两架全球主要的航运公司宣布 暂停旗下的船只驶经红海 胡塞武装发言人16号表示 他们使用大批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南部 红海度假城市埃拉特的敏感目标 据埃及媒体报道 埃及防空系统当天上午 在西奈半岛东部城市达哈布附近 击落一架以色无人机 当地距离埃拉特约120公里 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宣布 当天清晨 美军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在红海 击落14架来自野门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无人机 袭击没有造成船只损毁或伤亡 英国国防大臣沙福斯表示 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钻石号 在红海发射一枚海毒舌导弹 摧毁了一架怀疑针对商船的攻击无人机 这是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 英国海军首次击落空中目标 胡塞武装表示 在阿曼沃旋下 正在与国际各方 就他们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行动进行谈判 但重申会继续向死亡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 直至以色列结束对袈裟的围困 针对红海局势恶化 其大型航运公司丹麦马士基 及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之后 再有两家全球主要航运公司宣布 暂停旗下船只驶向红海 以瑞士为基地的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 一艘货船15号在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 遭无人机袭击 虽然船员并无受伤 但船只受损 公司旗下船只将改进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也表示 由于局势恶化 已指示旗下货船立即前往安全区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更多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15号在北京 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 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 第20次会议 丁薛祥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指引下 中俄能源合作已形成全方位 宽领域高水平合作格局 打造了中俄平等互利务实合作的典范 中方院统俄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高水平建设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推动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能源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发展 丁薛祥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 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巩固能源贸易和互利合作 推动油气项目建设和稳定运营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核能项目 二是积极拓展能源合作 新领域新方向深入推进可栽生能源 氢能储能智慧能源碳市场等合作 深化能源领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 三是加强全球能源治理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促进全球能源市场长期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 推动构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做出更大贡献 诺瓦克表示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俄中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各领域务视合作稳步推进 俄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全方为深化能源合作 加强多边协作 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供链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15号在北京 同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号举行了磋商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朝双方同意 以明年中朝建交75周年为契机 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双方在会上 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朝中社报道 朝鲜外交代表团访问中国 就加强战略合作和双边关系进行了会谈 东盟与日本友好合作50周年纪念峰会 16号在东京开幕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天和多位与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 分别举行了会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当天分别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越南总理范明正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印尼总统佐科以及文莱苏丹 博尔基亚等多位东盟国家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谈 其中岸田文雄在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会面时表示 日本将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 向马来西亚提供救援艇和无人机 总值约4亿日元 遮合约280万美元 两人并同意建立外交与房屋部门间的战略对话 推荐安全保障合作 据悉 这次东盟日本纪念峰会将持续三天 其间与会各方将就供应链保障 和去碳化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并将发表联合声明 有日本媒体披露 日本和东盟将在声明中承诺 加强双方的安保合作 包括海上安保合作 声明还将写明 双方将加强海事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并将根据国际法 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纷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以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超过700名俄罗斯政界和文化界人士 在16号出席的集会 一致通过支持普京参选 超过700名来自政界 体坛 影社群人士 齐聚莫斯科进行表决 号召支持者出席这场集会的全俄人民阵线 其执行委员会主席库兹涅走夫宣布 全体通过支持普京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根据俄罗斯选举法 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初选 必须获得一个超过500人规模的团体支持 同时还要获得来自40个地区或以上 至少30万人的签名支持 较早是亲普京的俄罗斯最大党 统一俄罗斯党以公开支持普京 参加明年3月的大选寻求连任 这个政党也表明 全党超过350万名成员会积极助选 而公正俄罗斯党也同样表明支持普京 并会协助收集签名 根据俄罗斯民调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 民众对普京的信任程度维持78% 另外也有民调显示 约七成受访者支持普京 决逐连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事依然在持续 在乌东城市阿夫基夫卡南役 乌军的防守非常的缜密 俄军部队16号发动了多轮的攻势 都已失败搞中 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阿夫基夫卡前线的观察 那么目前俄罗斯军事态势的发展 主要是集中在顿捏茨克方向的 马林卡和阿夫基夫卡 俄军也是采取一个先包围 然后切断补给线的这种战术 对乌军在马林卡和阿夫基夫卡的 一些核心的堡垒攻势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顿巴斯各线的军事的态势 星期六 在阿夫基伊夫卡方向 俄军的突击队正试图扩大 斯特波沃耶控制区 并向村庄的以南区域激动 在阿夫基伊夫卡的南役 俄军正在南城进行直接的巷战 据参战的俄军的信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阿夫基伊夫卡南区 设置了相当密集的城防的雷区 火力点 暗保 炮火区等 其火力层层叠加 在阿夫基伊夫卡的北翼 俄军突击队在斯特波沃耶以北的森林带 和第一街区构筑了阵地 乌军的反击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成功 星期六 在赫尔松防下 俄军没有给乌军提供轮换的机会 俄军的炮火和无人机在蒂涅布河上 击中了数十艘的乌军的船只 在特亚金卡的地区 俄军的高射炮单炮还击落了一架 乌军的米8直升机 俄罗斯媒体表示 基辅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份军备的愿望停单 其中包括了黑鹰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F-16和F-18的战斗机 以及新型号的导弹系统和埃布拉姆斯坦克 以及更多的无人机和极数弹药等 有分析家们也表示 乌克兰新武器的订单 也标志着将结合不同的作战体系 并进行空地协同一体作战的新的尝试 这也将是今年夏季反攻乌军从没有尝试过的战法 凤凰威士卢宇光 伊万 拉曼 乌拉特 阿福迪 伊夫卡报道 稍后我们关注两岸方面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 低温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全国各地气温骤降 各地方部门也采取了应急措施 保障民生和交通运输不受影响 北京16号迎来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其中朝阳区气温低至零下8.7摄氏度 预计17号早晨 北京气温会降至入冬后最低 达到零下16摄氏度 不过在后海湖 仍有不少人无惧天寒地动 在湖里冬涌 预计未来两周 北京全天气温都将低于冰点 山东微海遭遇强降雪天气 平均降雪量达到14.7毫米 当地迅速连夜组织人员和120多辆车辆 清理道路积雪 保障道路安全 当地机关干部 志愿者和热心市民 也加入到铲雪除冰作业中 山西原区县早前受冻雨影响 供电线路故障停运 导致全线停电 波及9.4万户生活用电 经过国家电网人员连夜作业 成功抢通两条220千幅线路 和两条110千幅线路 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报 从16号起到19号 广东多地将出现7到9级阵风 目前广东清远、河园、梅州、广州等多地 发布寒冷橙色预警 其中连州市发布了寒冷红色预警 全省共计29条客运航线 已通知停航 1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组织相关部门和重点省份 就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 进行专题会商调度 会商要求切实加强监测研判和预警发布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重点关注交通保障和电网安全 及时开展扫雪除冰工作 加密电网运行情况监测 提高煤电油气供应能力 做好能源保障和保暖保工等工作 凤河卫视中央报道 现在距离台湾大选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 台湾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 国民党侯照配和民进党赖消配的支持度的差距 是再度缩小 双方目前只差3.1个百分点 而民众党科无配的排名依然是垫底 青绿媒体美地岛电子报16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赖消配最新支持度35.2% 较昨天下滑0.5个百分点 侯照配支持度32.1% 较昨天上涨0.4个百分点 双方差距再度收窄 目前警察3.1个百分点 民众党科无配的支持度比昨天升高1.1个百分点 但排名依旧垫底 偏来媒体ET Today16号也发布民调 显示赖消配和侯照配的支持度分别为38.5%和35.1% 两者相差3.4个百分点 科无配支持度则为19.6% 与前两名仍相去甚远 ET Today的民调还显示 目前有45.5%的台湾民众看好赖消当选 看好侯照的比例则为32.8% 但两组候选人在喜好度方面的差距则较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新北市深澳海边的一个著名景点 叫做橡皮岩 16号下午突然间断裂损毁 消失在了海中 不少民众对此表示很惋惜 有专家分析 岩体的断裂与台风 以及长期分化等因素有关系 位于深澳海边夹角的橡皮岩 因为其独特的外貌 而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 有保安在16号下午1点55分巡逻期间 发现橡皮的断裂 沉入海中 橡皮的断裂 让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到痛心 有专家表示 橡皮岩常年累月遭到自然侵蚀 尤其是海浪和东北季后风的因素 出现断裂是早晚的事 当局初步研判 当天海边风浪较大 橡皮岩又处于风口 导致橡皮断裂 橡皮岩作为台湾一处网红景点 曾经吸引不少民众冒险爬上掩体拍照打卡 而新北市政府为保存橡皮岩 原本计划推动化设为自然地景 加强保护 未想到景点会突然消失 有专家则认为 或许可以用3D模型重塑橡皮作为纪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正在香港访问的国家自主研制的大飞机C919 16号上午飞越了维多利亚港上空 进行飞行表演 并且环绕了香港岛两圈 大批的香港市民在维港的两岸 近距离一睹国产大飞机风采 并且用相机留下了精彩瞬间 周六早上10点半 国家自主研制的飞机C919 从香港国际机场起飞 由西向东飞入维港 绿色机尾 蓝白色机身清晰可见 香港早上一度有阵雨 索性在C919飞行器舰天空作美 天气转情 起飞约20分钟后 飞到维多利亚港上空 两岸大批香港市民和游客围观 纷纷用手机和相机记录着精彩一刻 本来是喜欢影铁路这方面 就是我们中国的高铁之类那些 刚刚的画面都很震撼 我就影到夹飞机的正面 尾部和侧面都有影齐 都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 我身后这栋就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环球贸易广场 它的高度是484米 而刚刚C919经过维港上空的两次的高度 分别是457米和304米 可以说是这个低空飞行的状态 给现场的观众带来相当大的震撼了 更要参与C919发动机试飞测试的工作人员 专程从上海赶来香港感受氛围 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香港这么多人关注 有期待但没有想到这么多 作为这个参与者感觉真的很兴奋也很高兴 在中环太平山顶视角更为开阔 不少市民一大早已经长枪短炮站好位置 用快门留住C919的风采瞬间 飞机经过中环 金沙嘴第二次以更低空的姿态经过维港 从一级的香港楼房间飞过 广佛叠加了一层港风滤镜 在维港观光游船上欣赏 更别有一番滋味 有市民专门登上游船 在海上近距离观看C919飞行演示 C919和A2J21飞机周二跌港 是C919首次出访内地以外城市 更由香港本地机师驾驶来港并参与飞行演示 两架飞机将在周日下午离开香港返回上海 蜂蜂卫视王雨婷相当报道 国家自主研制的大飞机C919 这次是首次访港 并且特地飞越了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展示 有市民就特意登上游船来抢占独家视角 感受大飞机风采 同时也为国家科技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骄傲 大国重器飞越维港上空 这让香港市民相当期待 除了维港两岸的观景点 也有市民选择一早登上游船 在海上体验追大飞机的乐趣 这架游船开通专属观光航班 主题是维港飞向游 在维多利亚港宽阔的海面上 全视角感受国产大飞机 C919在香港首次飞行演示 市民开心又兴奋 因为小朋友平时抬起头都很喜欢飞机 今次低飞真的很想 近距离欣赏一下 今次就是自己国家的飞机 就会感觉很自豪 C919白色的身影出现在远处的天际线 C919的身影从维港西侧 一路向东越来越清晰 市民举起手机 屏住呼吸 记录下这短暂而精彩的几十秒 有市民迫不及待将新鲜出炉的视频发上社交网络 向记者展示时满是兴奋 没过几分钟 C919再度归来 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飞机上的其中一位飞行员 就是从香港民航处派往参加整个C919评审工作的飞行专家 也是首批的C919飞行员之一 香港市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是都非常的自豪 好自豪 但是小朋友没坐过飞机 他就很想坐下飞机 但是因为这个航班没开装给我们去买飞 要迟一些 所以就有这个机会给他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他是低飞 可以给他感受一下 所以一下子很快飞过 但是他都很兴奋的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香港第57届公展会16号开幕 第一天除了多款限量的商品 来吸引大批的市民入场购物之外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到场消费来支持商户 他表示公展会为香港世道增添了缤纷 也希望这种开心的气氛能够延续到圣诞和新年 有参展商预计今年的销售额比去年会增长一成 公展会在早上11点开幕 大批市民马上冲进会场里购物 其中每天限量20个只受亿元的鲍鱼服带最受宽赢 有人不小心跌倒 错过信头号 而成功买到的市民 心情荡然兴奋 除了市民买得开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场内消费近3500港元 吃了美食也买了海味等商品 主办方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丽德在开幕里上表示 本届工展会设有超过900个摊位 其中不少平台上隔多年再度参与 相信能吸引市民和旅客入场 展商也对今年的生日表示乐观 公展会已经完全回复到疫情前的壮观的情况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用北上消费都可以尽情吃买玩 希望公展会是一个契机 可以踏着它 从而公展会旺 或者整个香港的零售饮食都旺翻出来 希望今年都有比去年有10%增长 凤凰卫视 谢静恨香港报道 刚刚结束的2023香港区议会选举将爱国者治港落实到特区 治理架构最后一公里 那早前蓝炒派区议员肆意妄为 也一度让地区民生事务陷入了停止和混乱 那对此服务地区长达18年 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夺得票王称号的姚明深有体会 来听听他和他所在的蝴蝶山选区的市民怎么说 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顺利举行 在香港北部蝴蝶山选区 居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能给市民办事的人又回来了 来自这个选区的姚明已超过2万票 夺得这次选举的票王称号 服务社区超过18年 每一张选票的背后 都是这里民生事务大事小情得到解决之后的认可 姚明所在的坟领区是香港最北部人口集中的重镇 但很长一段时间 市民要去往香港南部的港岛 只能依赖东铁线路 中间还要转速趟车 没有一条可以直接过海的隧道巴士 对于这条线路市民呼声相当高 因为这个是民生很重要的要求 你交通配套做得不好的话 市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上班上学 其实对他们来说 对整个香港生活的成本都会上升 市民都希望有个简单便利的服务 从跑立法会到运输部门 再到地铁站门口发起签名行动 经过五六年的努力 最终这条线路终于开到了坟领居民的家门口 姚明说看到第一架车的出现 他有了莫大的成就感 疫情期间给街坊上门送物资 甚至有人说喉咙不舒服 想吃西瓜 他也会亲自买了送上楼 数月前香港世纪太大暴雨期间 天亮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消防求助受困居民 送受灾的街坊去庇护中心 帮助他们清理 这些事情让他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眼中的熟悉面孔 我们在小区的访问 也不时被热情前来打招呼的市民打断 这些粉丝们还不乏一些刚刚放逐的学生 觉得怎样的事才可以称为我们香港客格的区议员呢 那么深刻的事我就想得不太明白了 但是从我的时刻来看呢 我经常见到你我就会有好感的了 谢谢 我们就普通市民来看 可能是见到就已经会有一种好感了 因为就代表了我们生活中有你的参与 有你的帮助我们都会更加有好感的交易 谢谢 我觉得会帮助一些人改善他的生活环境 就是在一些街道上可以更加两例的街道 会令大家更加开心 走在街道就觉得很自由 我住在这条街这么干净 这么多人 那肯定开心的 干净 舒服 在这里住得开心 有好的生活环境 这是每一个居民最简单的诉求 然而在2010年修理风波期间 蓝炒派区议员肆意妄为 对地区民生不作为 姚明等人在被迫离开社区的四年内 区内的环境一度非常糟糕 这里全是垃圾没人管 那里的路灯坏了 好久都没人修 姚明一回来 无数市民找他吐槽诉苦 失望啊 失望啊 很多市民可能 或者所有市民其实都会讲 就是因为我来 我四年内都没见过过去当选的议员 出来服务社区 就是见过他们在街道里面 有疫情的时候 买口罩 买酒精 那我们是从集资源回来 派酒精 派口罩给市民 这个议会其实都很重要 因为过去的议会制度 我们要落实爱国者治疗 在里面是有难度的 因为议会又受冲击 我们议会变成一个 一个话剧的舞台 香港人都很简单 生活在香港的市民 他们都希望就是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生活安逸 好 和谐 稳定发展 大家有工作 找到餐饭吃 有屋住 住得开心 我觉得 我们自然真真吵吵的事就会少 未来我们区议会的角色 真的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协助政府 去到尽快去处理 多些社会的种种的盲困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 凤凰卫生 赵龙 香港报道 为残疾人士提供服务的 香港小懒综合康复服务大楼 将会于本月底开始 分阶段的投入服务 会提供总共1710个服务名额 对此 香港社会福利署也强调 大楼投入服务 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各类别商场人士 住宿位置的轮廓时间 但目前中度和严重滞涨人士方面 轮廓的时间依然较长 全新建成的各项福利设施 视野开阔的海景 清新的空气 聪裕的绿植 这些都共同构成了 位于香港屯门的 即将分阶段投入服务的 小懒综合康复服务大楼的新亮点 大楼为残疾人士提供资助 住宿 照顾名额 及日间训练和职业康复服务名额 在合共提供的1710个服务名额中 包括1150个住宿照顾名额 和560个日间训练和职业康复服务名额 香港社会福利署表示 整栋大楼的设计融入周边环境 充分利用空间优势以及天然条件 也充满了绿色元素 我们大概用了13亿的建筑费 去建 这里也是我们很多绿化的庭园 和一些绿化空间 也都希望我们给到一个舒适的环境 给到我们一些服务使用者 和来这里探望他们的家人 可以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大楼的福利设施包括 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 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 展能中心 即严重智障人士宿舍 严重残疾人士护理院 以及长期护理院 社会福利署指 相关设施的设计 也致力为残疾人士 打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 让他们可与家人共享天伦 大楼设有不同种类的 大型康复仪器 配合无障碍多功能活动区 举办多元训练 大楼也使用先进科技设备 包括防游走系统及包药机等 以保障餐进人士安全 以及满足医疗上的需要 康复大楼都有些独特的设施 包括我们在要量协会 都有一个落罪角 一个会所式的一个设施 还有一个厨房叫落厨角 让一些残疾人士 其实同一个家人都可以 多一个空间可以享受天论 社会福利署强调 大楼投入服务将在一定程度上 缩短各类别残疾人士 数位的轮后时间 但目前中度智障人士及严重智障人士的轮后时间 仍然较长 而此次大楼将分别提供75个及400个服务名额 有了这个设施之后 其实我们都可以将轮后的时间 就会缩短的 尤其是如果它是对于区域 不需要选择的一些家长 今次来说 如果是男士来说 我们在严重的弱智人士宿舍 我们可以召唤到是2017年申请那些 而中度弱智人士宿舍 我们可以召唤到是2016年开始排队那些原有 报告 澳门立法会日前 细则性的表决通过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 对此多个澳门团体认为 修法符合国家和澳门社会长远的发展利益 有利于一国两制新闻之源 帮门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明年起生效 帮门公共行政管理学会理事长李略表示 这次修法进一步完善了行政长官选举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贯彻落实 这个爱国者治澳原则的一个具体的 这个法治化和有效的这个执行机制 那么也有利于澳门 这个一国两制的行稳支援 也有利于未来 这个行政主导体制的有效运行 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能提供更好的这个保证 帮门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陈敬莲表示 全力支持 认为修法有助进一步巩固澳门特区限制基础 为爱国者治澳提供坚实稳固 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 所以希望整个修改的过程 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朋友 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更加了解和清晰 甚至我们的老师的培训上面 我们都可以做多少的工作 让我们的学生更清楚看得到 整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国家安全的这一部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稍后关注更多的国际方面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关注国际方面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6号启程 迁往中东 奥斯汀此行将会迁往到以色列 卡塔尔还有巴林进行访问 并会进一步努力 构建一个新的海上联盟 来保护通过红海南部的商业船只 奥斯汀的车队 16号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科基地 奥斯汀登上飞机出发前往到中东 展开多天的访问行程 据报奥斯汀将会和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布拉会合一同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议 将会建议以军转变战略 由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转为精准打击哈马斯 奥斯汀在社交媒体上也贴文 说他将会强调美国对于加强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承诺 而美国国防部称 奥斯汀此行还将会到访 目前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福特号 国际移民组织在16号表示 一艘移民船在利比亚西部海域沉没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一共61人死亡 国际移民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根据幸存者介绍 这艘船搭载了大约86人 是从利比亚西部港口城市祖瓦拉出发的 从2011年以来 利比亚政局陷入了持续动荡 很多非法移民就以利比亚作为中转站 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 据关注到的是 伊拉克省级议会选举将会于18号举行 而军人和警察等安全人员在16号提前开始投票 以方便在选举日当天能够有充足的警力来提供安全保障 大批的警察士兵当天排队进入到票站 登记身份投出选票 当天的投票仅限于军事和安全人员 以及住在难民营里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参加 大部分选民则是在18号的选举日进行投票 这是伊拉克时隔10年首次举行省级议会选举 选民将会选出新的省议会议员 而新当选的省议会将会任命新的省长 省级议会选举的结果 也会被视为是2025年国民议会选举的风向标 由于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呼吁支持者要抵制这次选举 所以部分地区出现有人撕毁选举海报破坏竞选办公室的情况 而在一些地区 这场选举可能会加剧现有的政治和宗教派系的紧张局势 南非前总统祖马16号在索维托出席集会 公开的批评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腐败 并且由他的女儿戴维宣读声明 呼吁南非民众在明年大选当中一起来投票支持 以非国大原军事组织命名的一个新的左翼小党 民族之毛党 在2024年,我会选择 I call on all South Africans to join me in taking the important step and to vote for the MK Party 而81岁的祖马在回应提问时 形容非国大已经沦为了白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决策涉及到欺诈性操控 而选票受到金钱影响 民主选举已经死亡 很可能会在明年大选当中落败 那祖马是从2009年到2018年担任南非的总统 期间因为被职贪污而下台 更因为拒绝出席调查林郡而背叛求15个月 不过它在党内依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94年 在已故领导人曼德拉的领导之下上台执政 统治南非至今已经接近30年 但是近年支持度却不断的下滑 跌到了不足五成 明年大选很可能需要和其他的政党组织 联合政府执政 科威特·埃米尔 也就是国家元首纳瓦夫 在16号逝世 享年86岁 科威特政府随即宣布 由纳瓦夫的弟弟83岁的王储 米莎勒来继任埃米尔 科威特国家电视台16号下午中段常规节目播放 改为播放古兰经经文 之后宣读了纳瓦夫的死讯 但没有公布死因 而在上月底 纳瓦夫曾突发疾病 被紧急送医 但官方随后表示他情况稳定 纳瓦夫1937年6月出生 是科威特第十人埃米尔·西赫艾哈迈德之子 自1962年起 纳瓦夫先后出任哈瓦利省省长 科威特内政大臣 国防大臣 以及社会事务和劳工大臣 并曾担任科威特国民卫队副司令 2003年10月 纳瓦夫被任命为科威特第一副首相兼内政大臣 2006年2月 纳瓦夫成为王储 打破了科威特王室过去90年间 由贾比尔分支和萨利姆分支 轮流即位的传统 2020年9月 前埃米尔·萨巴赫世事 纳瓦夫继位 成为科威特第16人埃米尔 埃米尔是科威特国家元首 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冯王威士综合报道 美国媒体每日来电网站在15号报道 根据其获取的影片 一名美国国会工作人员 在参议院之内和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进行性行为 并且拍摄了影片 美日来电网站援引了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拍摄影片的房间 是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的 216市司法委员会的房间 此外网站还曝光了一张照片 显示这名国会工作人员 全身赤裸地趴在长桌上 根据报道 参议员们举行听证会的时候 就会坐在这个长桌前 美日来电网站表示 视频是从一个同性恋政客群体的 私人群组当中流出的 那随后的有媒体就称 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子 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本卡丁的助理 马埃塞切罗夫斯基 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克林斯 就批评民主党近年来接连的爆发丑闻 好 最后带大家关注几则娱乐新闻 来看娱乐快递 女神林明珍与歌手杰弗里魏俊申 日前到沙田马场出席活动 明珍透露此次工作 还带上姐姐及两个弟弟一起 是逢弟弟生日 四姐弟一起到餐厅吃饭庆祝 明珍与社交平台设处合照 见到他穿着当日活动所穿的弟兄裙 大秀美好身材 另外一张相片则是他手捧着弟弟的头 弟弟摆出搞怪表情 姐弟私人头贴头拍合照超级亲密 感情相当要好 不知明珍与Jeffrey又有没有打算 一起与音乐或歌曲上有合作呢 因为那个音乐的合作其实我们大家那时候反弃 公心意义的时候都有 我们在聊天 会合作 合作 重播 所以我就一定会跟Jeffrey一起合作 出歌 Jeffrey说会跳舞 我如果他跳我就跳 赌王三房千金和超连 今年四月与内地男星斗肖结婚 虽然频频传出婚姻亮起红灯 但他们两人都以行动辟谣 不适合体出席活动大秀恩爱 令传闻不攻自破 而星期五是斗肖的生日 超连也由于社交平台发文贴出 与老公斗肖庆祝生日的相片 并写上生日快乐 日前 超连就趁工作前化妆的空档 亲自下厨大秀厨艺 炮制了一道清炖牛舌 从他分享的影片中所见 素颜的他穿着浴袍 依然明艳照人十分上进 即使没有化妆也依然高贵 只见他在切材料时刀工纯熟 看起来有不少下厨的经验 看来豆硝这个生日 应该也吃了不少 由太太超连下厨的佳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大城凤凰早班车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更多的消息 欢迎各位持续佐定 稍后我们播出的各界新闻